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洪梨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睡啊 累不累啊 这么晚了还在累 没事 我这不晚上就雪麻散了吗 我跟我班长申请家训了 我听说 选拔赛是没有五公里负重越野的 听国华说的吧 用不着他跟我说 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 你们新兵连所有事我都知道 昏霖 五公里负重越野 我是一定要比的 你跟国华聊过了吗 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厉害关系 但我不能让他唠人口实啊 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 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 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 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 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 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 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 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春生 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 并不是错的 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 这样的规则 只有你还不遵守 大家不会觉得你好 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 你认定的那套东西 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 我管不了别人 我管好我自个儿 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我不小心流亏 你站住 你考虑过我吗 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 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 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 我全都忍下来了 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 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 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 普通士兵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 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 你在干吗呀 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就摆在眼前 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 思琳 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 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 你每天闹着要把武功里 傅仲淵也加上 你在这儿练 你是问心无愧了 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 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 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 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那你esta在甘钱 你看你什么 哎呀 可是我们每天都以为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想我脱后腿吗 怎么可能啊 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 兄弟我是两肋插刀 义不容辞 那不就得了 别再说什么脱往后腿的话 永远别说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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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夜 对两人而言的意义 是截然不同的 在萧春生看来 两人的关系 回到了过去 叶国华愿意跟自己 一起负重前行 在叶国华看来 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 他终于 成了那个能罩着萧春生的人 全体道友 小心 李毕 李正 敬礼 李毕 同志们 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 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 你们要充分发扬 见红旗就扛 见第一就争的精神 要敢打 敢拼 勇于挑战 我宣布 精兵选拔赛 正式开始 好 投资考核 安全考虑 不适用实弹 都准备好了吗 是 开始 投资考核 安全考虑 不适用实弹 都准备好了吗 开始 投资准备 好 投资考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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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好 好 一号马卫 四号马卫 正极完毫 验轻 起立 一号马卫 断垒九发成绩八十六环 二号马卫 萧驰车 九发成绩八十八环 好 好 三号马卫 孟金柱 九发成绩八十二环 四号马卫 贾安谋 九发成绩八十二环 八号马卫 两号马卫 三号Й 三号马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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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s of all considered complete 萧春生 段磊 并列第一名 这要是排长这场东风 这第一名可不请金专松到手吗 钱阿谋 第二名 孟金柱 第三名 报告叶派长 我再次郑重请求 加赛一场五国里富州越野 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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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这里是部队 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 上级领导下达命令 甄选精英队伍 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 精兵班 有精兵班的要求 你们怎么想我 怎么说我 我不在乎 但是要记住 军令如山 难道在战场上 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 我这里就是起点 也是终点 你们确定要怎么比 我看他 对 一定要比 你也想知道结果 为了你哥们的面子 你也是够拼的 台长说得对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 这精兵选拔的项目 怎么定的 我们就怎么比 但是 私底下切缩 不算为绩 赢 就要赢得光明磊落 没错 我说 反正这大半夜的 谁要是输了 也不丢人 输本来就不丢人 怕输才丢人 我相信孟金柱 一定会公平地记录的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坦然面对 开始 走着 于飞 开始 这 我 好 好 小春生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但是如果牌长能够相信你 没有取消五公里副众议 我孟金柱第一个负担 这么短时间 进步这么快 不然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 眼看着眼睛月牙 变明月 其实我知道 我知道不是你跟牌长说的 让他取消 五公里副众越野 你怎么说着 虽说牌长这人我不够清楚 但我知道 你不会这么做的 你这人做事 敞亮 跟我段磊 投脾气 而且你别忘了 咱们俩那可是 生死兄弟 生死兄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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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 来 这 来 来 哇 sch 这 就说我话 后 familiar 你叫我 Nicole 好了 嗯 小眼睛 您弟弟来 进了 来了 牛大叔 牛大叔 小明啊 陈生的信 谢谢 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 说什么了 爸 姐 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信兵连的训练结束了 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 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 叔 春生进入精兵班了 春生是谁 您儿子啊 我很庆幸 我走出了大院 走出了北京 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 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 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 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 但我踏踏实实地 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 就像您教我的那样 感谢他们 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童小梅躁动的心 又一次被萧春生鼓动 她也渴望走出大院 走出北京 在广阔的世界 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下一位演讲人 中文系的陈鸿军同学 老师们 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 及我的愿望 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 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 代表着时代 最深层的精神状态 和民族的整体面包 身为一名年轻人 我们要 我们要坚定地 对不起啊 同学们 我有些激动 我激动 是因为今天有一位 非常重要的人 他来到了现场 他就是我的未婚妻 他就是我的未婚妻 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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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谁啊 是他 把我从查假 拔粪 这条无所事事的道路上 重新拉回了高考 大学 这条学习知识的道路上 当然 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 他是那个 勇敢地引导我 看看世界 看看我们现在所属时代的人 更是那个 教会我 去体验 去感受 永远地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 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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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 进步 变革的国家来说 这无异于 是一场春雷乍响 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 做好 一切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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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大获成功 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 好 小梅 主任找你 谢谢 没事 进来 主任 您找我 来 坐 坐 小梅 你先看一看 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 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 那边的局势 你应该比我清楚 那边条件差 医护人才紧缺 作业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 储备医疗人才 您可以先看看最后一页 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 看看你赶不感兴趣 小梅 你今年有二十亿了吧 是 主任 今年高考 进去学五年 出来就二十六了 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 起步有些晚了 我觉得呀 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只是啊 需要慎重地考虑 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 我不担心这个 我还年轻 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 去救治更多的人 那您都好好准备 争取啊 通过这次特招 谢谢主任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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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事 我是替我们组一块儿问问 咱们上个月工资 什么时候能结啊 小梅啊 咱这厂里要是有钱 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吧 厂里困难 那您看 能不能通融一下 要不给我的结一下 笑容啊 不是我说你这觉悟 你这觉悟怎么办 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 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 合适吗 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 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 现在谁没困难 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 咱厂里多困难 你又不是不知道 得想办法克服 不是吗 笑儿 你这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了 这以前不说你啥子 以后得注意 这这 是 笑儿 你这还当自己是 干不死的呢 燕秋姐 怎么样 我们上场怎么说呀 还能怎么说呀 老一套 说让我们体谅厂里 厂里有难处 说得真轻巧 让咱工人体谅厂里 那厂里怎么不甜甜 咱工人啊 真的呀 你以下老小谁不需要花销啊 是吧 你这 这不吃 没出来了 吃 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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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行啊 厂长 行啊 行啊 我过这下那个 有个收缘 好 咱们刘厂长 可是见人下菜底 厂里那泼辣的主儿 他一个都不敢惹 这有多少给人 发点工资做补贴 没错 也就欺负咱这老十八交主 还是咱们太老了 七片 快锅了你 走走走走 你怎么在这儿啊 快快快快快快快 先干个活儿 老不主婦给我介入了新活儿 今儿刚好就送货 送到你们厂来了 我还琢磨呢 能不能遇着你 吃饭了吗 没呢 我 我跟我工友 我刚好我 我们一块儿吃 我带的都咱俩一块儿吧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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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别都给我呀 你自己 我吃不下这么多啊 你是干体力活的 你多吃一点啊 要不然没力气 拿着 干嘛呀 我刚刚都听见了 你先切补家用 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 让春生担心 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那不行 你赚钱也不容易 你自己好好攒着吧 我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你拿着 你拿着 你能用 你就用 你用不上 就 就 就当上帮我攒着 来 来 来 洪凌 看谁来了 洪凌 春生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拦了 家里寄来的红薯干 我想让你爱吃 又给你带了 来来来 你给大家伙分分 见者有份 大家都有啊 还有我们的 必须的呀 洪凌 这位是 这是 报告 洪团长 我是即将分入十一军 战斗序列的金兵班战士 萧专生 新兵林解散以后 我们金兵班就被调到军区 做最后的战斗训练 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洪凌 我是洪凌人发小 从小一块长大的 你们俩是发小 对啊 洪团长 你也尝尝 不了 谢谢 洪团长 这以后就多麻烦您 照顾照顾我们家洪凌了 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 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 洪凌 给大伙分分 大伙受累了 照顾我们家洪凌 辛苦啊 那你们聊着 行 陈三 跟我过来去 你真不是我们洪凌的男朋友 男朋友 不是 谁造的谣啊 我跟洪凌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我跟洪凌有一个厉害的 肖同志 你来得可真及时 你不知道 就刚那姐嘛 到处造谣说洪凌跟你好了 我就说不能够 你看 我是不是说对了 您说得可太对了 这追我们洪凌的 都排到五里外了 就连李干事 上次还带着洪凌拍照啊 上军区报啊 可多事了 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 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 你说是不是 是 春生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 走吧 春生 刚才我站也有说李干事那事 怎么 你怕我瞎想吗 我是谁啊 我萧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 臭德行 对了 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明天 对了 你 你 到了野战部队 可不比在新兵连 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 搞好关系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你今天来 就是替我解围的 你不是跟我说 有人告你恋爱吗 我今儿来 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 你可真能编 还发小 谁跟你是发小啊 你跟叶芳小维 他们才算发小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春生 早晚有一天 我会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 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早 来 说 刘长长 就差你了 怎么还不过来 我跟你说 上次就是我熟了 我没听你那张牌 今儿你看我怎么翻本 那行 那今儿等你翻本啊 你 你快点啊 哥们体外都等着呢 来了 你们几个小子没出息劲儿呢 想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 那夜话一个一个摧摧摧摧摧 着什么急 你怎么才来啊 哥儿里也都给你半天了 我接了你们电话 屁垫屁垫不就来了吗 来来来来来 这好好赢回来 你下回来下回来 走错门了吧 哥们儿 你怎么呀 厂子里头工资发不出来 效益不好 您这娱乐可以点都没耽误 打牌的钱一分没少 这是公款吧 不是 你怎么找 这关你什么事 你的公司一分一毛都没差你呢 哥们儿 你们私下有恩怨私下解决 别找了我们的局啊 我跟他没人缘 就我 不是 久生啊 这谁啊 他王产拉货的 你真有病啊 你拉活的 你跟那儿搅什么乱 哥哥哥哥哥 吁萊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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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别动手 打人了 蔚哥 您怎么都跟到我们这儿来了呀 天儿哥 您 您就是 明镇四九城的齐天 松开 误会 误会 误会吧 误会吧 你不是说 他是给你拉好玩的吗 他真 他真是我们的老婆 但我不知道您 天儿哥 明日到厂里头 把工人的工资发了 跟你管事说 你们的活 我不干了 好 好说 哥 哥 她见你钱是吧 我替你抽她 我给你拿出门 走来 坐 慢走啊 天儿哥 你 你招他人吗 我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招他 萧儿啊 来来来来 您找我呀 厂里欠你那工资 都在这儿 点点 说啊 萧儿 厂子呢 就是个家 咱们是一家人 这一家人呢 你要有困难 你得跟组织说 你得跟厂里说 你告诉我呀 是吧 那我那个 那我那个 我那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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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您有什么话呀 您说 像是你和那个 咱四九成都闻名的那天儿哥 认识 您说的是齐天儿呀 您说的是齐天儿呀 熟 朋友 也是我哥们儿 自己人 以后有事说了 自己人 忙去忙 忙去忙 畅畅 要不这样 现在不是有钱了吗 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 都劫了吧 齐天儿呢 天儿哥说谁有事 过来 我这边等了 不要 不要 对 我这台是吧 来 我这 告诉爸 我可没给他老爷子丢脸 新兵比武大赛 得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名 还认识了一个 值得结交的好朋友 对了 我还被光荣地 选入了精兵班 这个臭小子 有你爸我当年的风采了 哪儿能呢 他哪儿能跟您比呀 你提提 接着念 您上次来信说 天儿哥打零工了 您下次见到他跟他说 新的时代 肯定会有新的发展和机遇 我们一起 小梅来了 我啊 是吧 许天儿 爸 小梅都快变成您的亲闺女了 她来电话了 说今儿不来了 他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 天儿啊 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 是啊 还有我的事呢 春生在部队里 也惦记着你呢 他可真够操心呢 您自己看 您自己看 好 好 许天儿 谢谢啊 什么事儿啊 刘畅畅的事儿 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 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 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 说得不仔细 不过从头到底 他就不敢叫你齐天儿 他就不敢叫你齐天儿 一直说的是四九成的天儿哥 哪有的事儿 有也都是老黄历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 那也叫工作 充其量就是份儿活进 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 我今天去专场搬专去了 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 好 齐天儿 我觉得这些工作 委屈你了 真的 我觉得我弟说得特别对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你应该到处去看看 多找找机会 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我就说吧 他可真够操心的 就属他画秘 你也不嫌废纸 我跟你说真的 我觉得 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 多找找机会 别放弃 请兵班归入战斗部队续位后 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 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 几次次训练中 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锋力胜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家里商量 要不是正审的人给你爸打电话 你是不是要等着火车发车了 才跟我们说 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 出门靠自己 不能轻易提 齐主任和佟司令的名统 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 再说了 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 如今 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 有什么好商量的 总是有理 妈 你让让 来 阿姨 美芳 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 是的 她这不是主意大 她这是胆子大 她这个孩子 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 芳子 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 我去跟她聊聊 我去跟她聊聊 好 小梅啊 叶芳来了 小梅 妈 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 您就别瞎缠火了 老童 老童 你能不能来管一管你女儿 快要拿来 作为朋友 无论你做什么选择 我都支持你 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 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 萧春生和贺红帘已经在一起了 我认真的 你要对自己的理想 事业 生活负责任 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 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 去参加什么特招 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你觉得值得吗 方子 谢谢你 无论是你的支持还是关心 我承认 这次的选择有孝春生的原因 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走之前我们俩就说清楚了 我们只是朋友 一起彼此鼓励 实现理想的朋友 可能 也没有我说得那么简单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时候看见他 就好像看见另一个自己 他身上的那种自由 坦荡 善良 对理想世界的坚持 都让我看到了我渴望成为的自己 他哪有那么好呀 跟我还嘴硬 我知道 我们这群玩在一起的人里头 你最看得起他 那是因为其他人太差了 最近这段时间 我去帮肖叔叔读信 去学校听课 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 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 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 那些现实问题 我也考虑过 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 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 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 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 哪怕不轰轰烈烈 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 波光灵灵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微微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青菜 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微微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 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 波光玲玲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 你在讲我在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